铁靴战狼家中曾被小偷光顾,吴京发了一条微博,结局让人笑出声。 吴京出生于武术世家,祖上还出过武状元,父亲习武三十多年。 2013年春节,吴爸爸和吴妈妈出门采购年货,家里遭到了小偷光临,丢了不少东西。 吴京连忙报了警,匆忙往家赶。等到他到家时,吴爸正在问警察,如果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恰好被我发现了,我俩发生了冲突,我又不小心把他打死了,这种情况下需要负法律责任吗? 警察忙说,千万不要冲动,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 吴父话锋一转,转身对吴京说,以后遇到这事就乖乖把钱给人家,不许反抗。 下手没轻没重,我可不想到里面去看你。 吴京将这件事发布到了网上,迅速成了热搜。 令人想不到的是,第四天吴爸爸又打来了电话,小偷竟然把所有东西原封不动送了回来。 网友忍不住调侃道,看来小偷也上网冲浪,战狼的威力果然可怕。 一部电影让吴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战狼,让小偷畏惧,让很多人尊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